一箱箱食品糖果送到家 這裡是新北市新店區的小偉家 進入屋內只見小偉穿著單薄的短袖 桌子 椅子 鞋子 資源回收等物品零零散散 沒有多餘的家具 一家四口就租在這十幾坪的套房裡 小偉晚上沿街叫賣 白天則幫忙做清潔工的媽媽 在家處理資源回收 因為荷爾蒙沒有分別 沒關係 這裡骨頭和肌肉都沒有長 然後我想說媽媽要不要辛苦 但是一開始我這種口香腸的時候 就有些人不吃口香腸 所以我就多賣一些東西 我希望說媽媽可以開心一點 不要這麼操勞 小偉21歲 身高不到160公分 10年前因為視神經萎縮 導致雙眼全盲 18歲時被診斷出罹患全台首例的罕見疾病 二氧化碳增高症 有民眾目擊拍到這位男孩在夜市的情況 假日一天要走7個小時以上來回7公里 在台北和新北夜市販售 一天不到300元 旺旺集團得知後 寒冬送暖捐贈20箱物資 讓小偉有更多的食品可以販售 過個暖呼呼的春節 真的非常敢配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年輕人 他對家裡的部分可以付出他自己的勞力 希望他今年的過年度個快樂的新年 雙眼看不見身體不好的小偉 沒有力氣做其他的工作 希望透過網路的力量 鼓勵小偉一家人 讓更多人知道這位勇敢男孩的奮鬥故事 記者王淑銘 曾凱霆 新北市報道